相辅相成 欢迎刘振华 各位朋友 我们每个人参加演讲会的目的 就是要寻找一个演讲的大环境 就是要学习沟通与领导的精髓 并发挥所长 广结善缘 我们要实现这个理想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大好的环境 我有一点心得与大家分享 首先讲两个小故事 有一天有几棵小树 被移植到一群壮大的树林里 小树很羡慕它们 它想长得跟周边的大树一样的雄伟 于是它吸收 天地阴阳之气 日积月累 它受到大树们的熏陶 它长得跟其他的大树一样的雄壮 朋友们 假如你是那棵小树 你一定会很高兴吗 另外一个故事 有几滴小雨落在江河里 小雨流入了河水 河水流入了大海 小雨终于完成了它的宏愿 流入了海洋 回想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一直希望我们进一个好的学校 长大后进入社会 我们要找一个有前途的工作 成家立业后 我们要住在一个优良的环境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像那棵小树 那滴小雨 我们需要大环境 我们需要好环境 我们需要相辅相成的森林 江水 河水 海洋 来培育我们 孕育我们 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大环境 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大环境 也许你觉得你是那棵长得很慢的小树 你是那一滴微小的雨滴 但是不要气馁 也许你会碰到挫折 但是你周边的大树 海洋 江水 都会鼓励你协助你 陪伴你成长 成长的过程是多采多汁的 是多元化的 有一天你壮大了 你的理想达到了 将这个相辅相成的理念 世代相传 我们演讲会就是这个大好的环境 在这里有小我 也有大我 我们每个会员 在每次的聚会里 主动积极 鼓励甚于批评 我们每个会员 都有他的专长 于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 各行各业的能力 尤其是沟通与领导的能力 我们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学到五花瓣门的尝试与知识 我们可以跟着演讲者神游列国 我们也可以随着演讲者进入悲欢离合的情境 比如我参加演讲会多年 我每次旅行到各个城市 当地的演讲会就是我必去的景点 目前国内外我已经去过超过二十个分会 每次我看到那些各会的会员 我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因为我们都属于一个大家庭 就像今天早上 世界演讲会的冠军来协助我们 每次当我遇到各种疑难杂症 我就想到我们各行各业的会员们 他们都会给我积极的 无价的协助 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世界 也是独乐乐 也是众乐乐 我们的心有多大 我们的世界就有多大 所以我想各位参加演讲会 一定得到了很多的 不管是个人的 或者是团体的利益 我们演讲会 一定要发扬这种精神 演讲会也很像维基百科全书 其内容包罗万象 我觉得是取之于众人 用之于众人 那么这个利益我们亲身都可以体验到 所以不用我在这里再多说 我们不能只有理想 只有梦想 我们要付诸实际 我们要采取行动 我们要靠热心的会员们 将这个沟通与领导的种子 播种发芽 开花结果 我们要活化这个使命 沟通与领导是相辅相成的 主持人 今天我们的资深美少女郑华 在她的演讲一开始就说了 人生有一些目的 而她提到沟通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之一 而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环境 似乎在一开始就点出了这篇演讲者 告诉我们的意义 它的只去环境 而接着在她的本文里面提到 小树要长成大树 它必须要到一个生意里面 去吸收阳光雨露才能成长啊 一个小雨滴 它必须要流到河里面 才能够在大海 达成它的美梦 环境 她更介绍自己的经验 她参加演讲会里面 看到各行各业的 她跟他们学习很多 尤其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更是受到很多鼓励 乃至于她每出国旅游的时候 都会到当地的演讲会 去跟国外的 国际的演讲会会会员 在做交流 环境 但是在结尾的时候 她说我们不要只想 我们要付诸行动 而她的最后一句话却是 领导和沟通是相辅相成的 是不满突兀的 而一篇演讲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的指区要很清楚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把题目改成环境 而不是相辅相成 然后结尾的时候呢 当然要有些改变啊 可以说我们不要只想化为行动 大家我们努力的参与演讲会 多一些贡献甚至创造演讲会 把演讲会传播出去好不好 来唤起行动 这样一个结尾跟她的本文开头都完全符合她的指趣 第三点 我看到郑华姐呢 在演讲的时候喜欢这样子慢慢地来回地走动 双手呢 好吗 变带笑容 这样我们是不是更有一种跟随我们郑华姐去创造演讲会 让她传播出去遍地开花的一个动力了 然而看到郑华姐这么样的资深 可是却还抱着那么样关怀我们演讲会的心 做了最佳的示范 在她这充满了爱与演讲会氛围的演说当中 我发现了她有三股温柔的力量 第一股力量 我发现她的文字充满了魔力 她一开场了小草小树的故事 她告诉我们 小树吸收在大树的旁边 吸收了天地的阴阳之气呀 听到这样的魔力 我们仿佛进入她的故事的世界 也感受到了小草逐渐成长的那个力量 第二个温柔的力量 我们感受到她的表达 她的声音充满了魅力 大家都可以知道郑华的声音 非常的美妙跟清晰 当她许许到来演讲会所有的相辅相成 在所谓的沟通跟领导课程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她透过她的声音 了解到了演讲会的魅力 第三 她的演讲价值充满了激励心 她提到心有多大 我们的世界就有多大 这样的激励也带领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会员加入演讲会 都是正确的选择 当然 身为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演讲者 但是在演讲会当中 我们一定有所谓的加分成长的空间 因为在演讲会 最大的沟通学习特色就是 让强者更强 这也是吸引在座所有的来宾们 会友们参加演讲会最大的魅力之一 好 我要为她加的第一个分是 她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如果更有异扬顿错 我相信会让她的整个故事会更精彩 举例 当她提到她的那个一滴小雨 流露的河水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感受到 那个故事的精彩度跟丰富度 第二 她的演说的态度 很有泥彩的一个沉思 常常讲讲 低头 开头 低头 这样的沉思有泥彩的风范 但是一定要眼神注意看着听众 跟眼神跟听众的对焦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 我们当然希望 她的手掌 她的小操 千万不要在手掌上 这是给她的郑华的建议 当然 郑华今天的演说已经是非常的精彩了 我们都希望加入我们的演讲会 除了在领导课程 在所谓的沟通课程之外呢 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激励大家 我们希望可以留有一场说故事的演说 可以让大家可以对我们的理念可以更精彩 所以就加上她原来特指跟我加上的三分 我相信她的说故事力量一定会更好 主持人 在听过郑华会友的演讲之后 顿时让我感觉就像在寒冬当中 吃着一锅暖暖的火锅 它是如此的通体舒畅 并且激发出我内心振振的感叹 好 好 好啊 第一个好 汤头好 火锅最重要的就是汤底 它的选题相辅相成 非常的平顺 犹如一锅清甜的昆布海鲜锅 尽管它的题目非常的清淡 但是这当中它蕴含了相当多的养分 等于是蓄无纯金 在这个题目上的设定是相当成功的 第二好 食材好 在它的演讲的稿子当中 它运用了小树 水滴 进入大树林 海洋 这样的批语 这样的故事的一个批语 让我们可以很快的进入 它的演说的情境 同时呢 在它的用字潜质当中 是非常工整严谨 而且严谨一干 让人非常一听就懂 包含了 透过演讲者 我们可以跟着他 周游列国 悲欢离合等等 那么 还有像是 他说到我们的演讲协会呢 他就像是一个教育事业 读乐乐不如众乐乐 透过这些很简洁的 这个词句来形容呢 我们更能够了解 它所要传达的意义 第三个好 气味好 正好 他这篇演讲呢 是很典型的一个劝说式的演讲 那么 由于他的一个气质 温温尔雅 不温不火 让我们听者呢 会非常的能够敞开心胸 接受他的劝说 所以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优势 当然了 火锅要好吃 大家都知道 要吃牛 插牌 沙茶酱 所以我这边 也有两个公道的建议 想要建议你 首先就是 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说 在你的演讲当中 好像背得不是很熟 所以说呢 尽管在最后的一个 结尾的回会当中 说到 领导跟沟通 它是相辅相成的 非常完美的结束 但是在这个落差当中 有点不是非常的顺畅 这点需要注意 那么另外 在这个 举手投注当中 你的 这个 确定性不太够 这个手势 需要确定性 另外呢 在眼神当中呢 需要更确定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劝说式的演讲 我们可以看着 我们的这个 观众 让他 更能够体会 你的这个 这个解说 当然 狭不掩瑜 所以说呢 如果说能够 透过这个三好 两公道这样子的 一个解说 这个调整之后呢 相信 你将是能够 更出类巴吹 举世无双的 好 主持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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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